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时间轮回的电影 《原代码》 在一辆飞驰的列车上 大龙从红水中惊醒 一时间还有点懵 坐在对面的小云正在滔滔不绝地跟他谈着一些话 但是大龙完全没有听进去 大龙跟小云说 他是美帝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飞行员 并表示完全不认识小云 随后有点慌的大龙躲进了卫生间 惊艳地发现自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随身的证件也显示他是一位姓刘的老师 这让大龙陷入了懵逼的状态 大龙的异常举动让小云有些不安 正在小云安慰大龙的时候 列车发生了爆炸 大龙又一次睁开了眼睛 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密闭的机器当中 这时候显示屏上出现了方姐的面孔 方姐问大龙引发爆炸的凶手是谁 大龙一脸地问号 我哪知道啊 方姐二话不说又把大龙送回了那趟列车 大龙醒来 对面还是坐着小云 洒水 检票 刚刚发生的一切又再一次重复 大龙还因为这是一次模拟的训练 这一次大龙在卫生间找到了炸弹 为了找出元凶 他开始强行审问乘客 还出手打上了一个人 结果炸弹还是如其被引爆 大龙再次醒来回到了机械室 方姐告诉他 引爆炸弹的凶手 即将在市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威胁到百万人的生命 而大龙的任务就是在灾难发生前找出凶手 无奈的大龙第三次被传送回了列车 小云 洒水 检票 第三次的重复 这一回大龙跟踪一个形色可疑的印度人下了车 并且顺利将他击倒 以为万事大吉 谁知爆炸依然如其的发生 可见凶手不是这个印度人 大龙从机械室中苏醒 这次博士走过来跟他解释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这并不是虚拟的任务 列车中的乘客其实已经都在爆炸中丧生 但是大龙通过脑神经的连接 进入了其中一位遇难这个乘客 去世前八分钟的记忆 也就是证件上的那位刘老师 而大龙还想救下一车的乘客 但是博士告诉他这不可能 因为这些都是虚假的 原代码程序不是时空旅行 只不过是时空的重现 就像你看一些事情的录像一样 结果一时注定 在原代码的世界里是影响不到现实世界的 而大龙和那个去世的老师各方面都匹配极佳 因而被派遣进入了刘老师生前的意识中来找出凶手 大龙第四次回到了列车 根据刚刚博士的提示 他找到了藏在列车里的一把手枪 却被随后赶来的警察电晕 列车又一次发生了爆炸 大龙第五次回到列车 一次次的行动让他感觉自己好像被忽悠了 他拜托小云查询自己的信息 谎称这是自己的朋友 然而小云却查到那位叫大龙的飞行员 已经在两个月前的军事行动中牺牲 大龙瞬间崩溃啊 难道自己早已死 翘翘了 那现在的自己又是谁呢 绝望的大龙在爆炸中又一次苏醒了 他愤怒地质问博士 博士坦白大龙确实已经牺牲 但是他的脑组织仍然存活 他所感知到的一切包括这个机械室 都是他的大闹所接受的代码信号 并非真实的 最后他承诺如果大龙顺利地完成任务 那么将终结大龙的服役 让他入土为安 阿弥陀佛 经过一次次的轮回 大龙终于通过炸弹上的遥控手机 找到了凶手小胖 虽然最后那被小胖打了冷枪 但是他已经确认了小胖的身份 回到机械室的大龙 将小胖的身份特征 还有车牌号码告诉了博士 博士立即通知政府部门 展开了抓捕行动 最后小胖被绳之一发 百万市民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危机得以解除 这时候大龙请求方姐 再一次把他传送回列车 因为他感觉原代码世界 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这一次大龙想要在小胖 引爆列车前解除炸弹 拯救那个意识空间里的乘客 同时让方姐八分钟一到 就拔掉现实世界中自己的维生系统 让自己得到解脱 方姐没有得到命令 不敢擅自做主 看着可怜的大龙 最后还是顶住压力 答应了他的请求 再次回到这里 大龙拥有了上帝的视角 开始开挂了 他来到列车上 解除了炸弹上所有机关 并且轻松地制服了小胖 拯救了美女和世界 与此同时 现实世界里的博士却过河拆桥 他并不打算让大龙安静地离世 而是打算清除大龙的脑神经记忆 继续利用大龙的脑神经 执行其他的反恐任务 这也就意味着 大龙将永远陷入无休止的轮回 但是意识空间里的大龙并不知情 他只知道自己即将死去 便以自己朋友的身份 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渐渐地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感情 多次的轮回 也让大龙对小云产生了爱意 他问小云 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他会做什么 小云回答会让每一秒都变得有意义 在最后的时刻 大龙准备迎接彻底的死亡 他亲吻了小云 现实世界的方姐已经被博士发现了 但他还是选择结束了大龙的生命 从而让他获得解脱 就在方姐按下按钮的一刹 原代码意识空间中的一切瞬间禁止 现实世界的大龙去世了 但意识空间的大龙却丝毫不受影响 可以说他已经完全进入了原代码的世界 而大龙也确信了 博士创造的原代码 不只是时空重现那么简单 而是创造了平行宇宙 这里一切都是真实的 故事的最后在平行的时空里 大龙继续着和小云的爱情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HOT BYE